过去的几年时间我协助过非常多位朋友成功卖掉了他们的房子 其中有一些人他卖房的原因是因为要到德州去买房了 那德州的房子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 这一次我带着很多关于德州房地产投资的问题 出发到德州的休斯顿 请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探索一下德克萨斯州 看看德州的房子是不是值得大家去投资 究竟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 这次的德州事情我会制作三条影片 这呢是其中第二条讲一讲加州和德州投资房的分析比较 因为我自己呢是在加州硅谷生活了十年 自己也从事房地产的行业 那从小呢在广州长大也可以和国内的情况有一些联动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房价了 在加州啊独栋别墅的中位价呢是在86万 而在我生活的硅谷地区 2022年的独栋房屋中位价已经到了130万左右了 而德州啊它的这个房屋中位价仅仅仅30万而已 所以大家也有开玩笑说 在硅谷买一套房可以在德州买好几套了 那当然了 加州的天气一年呢 几乎有300天都是阳光明媚的 而且温度啊常年就十几二十来度 也没什么蚊子 但德州的气候呢就比较炎热了 而且蚊虫比较多 但我们这一期呢 它重点讲的是投资房 所以我们不以个人或者全家搬到德州去 这个不以它为重点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买投资房的潜力 那房价便宜主要是因为地价便宜 这次来德州呢 我发现德州它就是一整个大平原 它没有山丘 而开发这个土地啊储存量实在是非常多 所以地价当然便宜了 而德州呢作为美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州 它有很多支柱产业 比如能源啊石油 医疗 航天 海运等等 在讲投资回报前啊 我想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内容 请帮忙点赞 分享和订阅 你的支持真的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们进入重点 讲投资回报率 硅谷的房子有一近年呢涨了50% 租金虽然也有涨 但是也没能追上房价上升的速度 因此呢如果一个房子 它能带给你2%的年收益啊 其实现在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据说德州的房产回报率啊 可以达到5%或者是更多 特别是在长租市场里面 下面呢我们就来进行 德州和加州投资房回报率的比较 看完之后呢 大家就会有更加明确和亲切的答案 可以拿我最近买到的Santo C的投资房 作为一个例子 今年8月份呢 成功帮一位投资客买到了 位于在Santo C 圣河西的三房三位的townhouse 这个房子呢是2018年的新建小区 房价呢是117万 现在呢我们已经顺利找到租客入住了 那他这个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是4150 我们先来算一下年租金的收入 一般啊保守企业的话呢 都建议算11个月的租金收入 一个月呢是空置的 所以一年的总收入呢是45650美金 支出的费用呢通常包括了物业费啊 地税还有房屋保险 小区的物业管理费呢是250刀 地税呢是在1.2%左右 那房屋保险呢大概是1000美金一年 所以一年的支出费用呢 大约是18,040美金 那进地润呢是在27,610美金 年回报率啊在2.23%左右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次考察的 长租型别墅项目的回报率 作为德州最大的长租型别墅建商 Onebridge呢在于买家 就是在我们购房者签订的购房合约的时候呢 会一同签订租赁额同 并在合约中啊约定买家的房主的年租金收入呢 为房价的5% 买家可以选择3到5年的租期 并在合约中约定房主可以不低于现租金再许约 那加州的房子啊 其实它的现金流呢通常会比较低 为什么呢是因为加州的房价高 那租金呢相对也比较低一些 绝大部分的房子啊 如果你现在买回来 如果是贷款的话 每个月可能是都是入不敷出的 但不可否认的讲啊 就是有一说一 加州的房子呢过去这么多年 它由于地比较少地比较值钱 而且不断的有热情涌入 而且工作岗位也很多 因此房子升值呢都非常快 所以很多人他买的并不是看中现在的这个现金流 而是看中他未来的升值潜力 德州的房子呢正好和加州呢是反过来的 德州啊它的现金流比较好 租金的回报率呢通常比较高 因为房价低租金呢相对高一些 而且我发现这边的德州人民啊 普通的打工族 他的这种美国人没有买房投资的概念的 他们觉得有一份工作租一个房子 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还有好多美国人家里都生了三四个孩子了 照样都是租房子住的 这次呢来实地考察 我又仔细观察到租在这个项目里面的租客 比如说有一个租客他打开了车户门 我就看到了他车户里面装了电视 还挂了皮划挺 还有很多健身的器材 这种人呢一看就是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一租呢就租上好几年的 所以在美国找租客呢 还是比较好找到一些比较稳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哈 如果你说升职潜力的话呢 我个人可能还是觉得加州硅谷要好一些 因为硅谷的地呢就这么多了 你想要再多建你也建不了了 房屋的储备也少 但是工作岗位呢依旧很多 大家的薪水和股票呢也是支撑房价上涨的原因 所以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租金现金流还是生殖潜力呢 这个三个大家可能都需要去拿捏一下 当然了德州的投资房价格肯定会亲民很多 像这个项目里面的一栋别墅 三房四房180平190平 也就是差不多1900多尺2000尺的房子 也就是30多万不到40万的这个价格 那做一期视频呢不容易 我鼓励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建议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呢 请点赞并且告诉我你最喜欢的部分 有问题的话呢也请留言 别忘了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能及时收到我们更新的视频了 第三呢就是来说一下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房产税 加州的消费本身就不便宜了 不过房产税呢好在来讲还不算特别高 如果的房产税呢就只有1.25%左右 那当然了加州的房子本身就已经很贵了 你要如果政府在收房产税那么高的话 那大家干脆都别买房了 所以政府会控制房产税率 鼓励大家来买房的 那房产税呢在每个县和每个城市呢 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也就是说如果你100万的房子 你买下来每一年呢 你大概都要交1万2500块钱的房产税 房产税呢是当地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些钱呢会用来支付城市的警察局啊 教育局公园以及基础设施等等项目上 另外呢加州的州税 就是个人所得税呢是7.25% 那德州是多少呢 答案是零 德州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著称 那作为在德州生活的居民 是不需要缴纳州税的 与此同时呢为了弥补这个财政赤字 德州的房产税相对会较高一些 有的德州城市呢是百分之二年几 甚至是百分之三了 不过不用担心哈 因为房价便宜嘛 再加上租金的这个收入相对比较高一些 就算包括了房产税这一大项 很多出租房的回报率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像我视频里面提到这个长租型别墅的项目 包租期间呢 房产税 房屋保险 房屋的维修维护 草坪的养护 招租的费用以及租客管理费用等等 都是由开发商项目商来支付的 他们保证呢在包租的期间 百分之五的这个收益呢都是净收益 如果合同到期的话呢 会保证续约的合同不低于这个百分之五 所以新合同有可能是百分之六或者是百分之七 如果再加上德州的房子的涨幅的话呢 那房主的回报就会更多了 那我一直强调哈 其实你买投资房跟买自住房的两者呢 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自住的话主要呢是看你喜不喜欢 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是满足你对它的目想和需求的 基于你自己的喜好的判断 所以只要是你喜欢价格合适 也符合家庭的需求就ok就可以买了 但是购买投资房的话呢就非常不一样 投资的话呢主要看的是一个房子的投资回报率 现金流分支潜力打理的容易程度 城市未来发展的因素判断就可以了 那我个人是觉得呢 WB的这些项目啊 这个长租型的别墅的项目呢 是一个蛮值得考虑的一个项目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或者直接过来我的电话 我的微信号呢 就是在视频的上方 大家可以找到 我来自行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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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大致多判断